两党各自的代表大会结束之后 2020年的总统大选就算是正式打响了 两党的竞选团队都在为11月3号做准备 而无论谁当选总统 无论他竞选时的策略是什么 都必须要面对当下考验美国的两个重点议题 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600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8万 拜登批评特朗普反应不及时 并且急于重启经济 而特朗普政府当然可以用自己众多的决策为例 证明应对得到 而当初拜登还曾经反对实行旅行禁令 对白宫来说有一点确定无疑 疫情的源头来自中国 当初隐瞒真相的中国政府 才是病毒扩散至全世界的真正责任人 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市场调查机构 伊普索进行的联合民调检视 美国人整体对特朗普处理新冠疫情的支持度在下降 但是共和党人中仍然有四分之三吊示支持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大选前疫情如何发展 对选民的决定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反而是选民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疫情 They're almost no more persuadable voters at this point People have their mind made up They consume media that reinforces their world view And those echo chambers reinforce what they already think So it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to whom 另一个问题是近期争取种族平等的抗议 和其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暴力行为 民主党支持和平抗议 在少数族裔选民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但是有分析担心 这些抗议活动反而会对民主党不利 随着抗议活动一起发生的少数抢劫破坏等暴力活动 给民众和商家造成了损失 而参议员兰德·保罗被抗议者包围和追逐的画面 也引起了感想 共和党强调维护法律与秩序 在此时似乎显得正合时宜 新闻机构Axios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依然支持BLM抗议和诉求 但在对迎娶大选起到关键作用的摇摆州 民主的反应可能更有决定性的作用 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对摇摆州威斯康姆新的选民进行的调查显示 今年6月到8月期间 对BLM运动支持态度的人数减少了13% 使反对态度的人数增加了12% 目前综合各大机构最新的民调结果 拜登领先特朗普6个百分点 这个差异比起此前的结果已经是在缩小 同时特朗普的金问盘依然稳定 Axios针对2016年的特朗普支持者进行的民调显示 96%的人会继续投票支持他 当然民调数字只是参考 四年前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 民调数据和大选的结果未必总是一致的